众所周知,冲突是故事的心脏和灵魂,构建冲突有三个要素,首先是目标或者欲望 主角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有哪些必须完成的任务 比如对爱情的追求,对权力的渴望,复仇的欲望,追求长生不老等等 目标欲望设置得太浅,会让人的期待感降低,但是太深又不利于人物表达 为了实现目标,主角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具体行动 当然,有积极的行动,比如为了考取功名,刻苦钻研,也有消极的行动 比如遇到的威胁或障碍超出目前的承受范围 威胁可以是他的对手,可以是规则制度,也可以是有利于自己的人合适 甚至是自己本人构成最大的障碍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目标欲望,具体行动,以及障碍威胁 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故事的冲突部分 接下来就是要让冲突变得更加激烈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三种途径 第一,绑定对手 对手应该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假如对手太弱,主角达成目标的阻力就会减小 冲突的激烈程度自然会降低 比如狂飙中的高启强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龙虎兄弟 那时候,阿强还是个老神卖鱼老 接着又遇到黑老大徐江 虽然双方实力悬殊 但还是凭借智谋做掉了徐江 就好像一只蚂蚁把大象逼上绝路 这个够刺激吧 第三个对手是冷血杀手老墨 这时他已经从阿强变成了强哥 老墨虽然是一把利剑 但也有个软肋,就是女儿黄瑶 所以在强哥看来 这把利剑也随时可能被要挟 转头刺向自己 很显然老墨是一个需要提防的潜在对手 第四个对手是树大根深的泰叔 泰叔的下台可以说是大势已去 这意味着强哥坐稳了头把交椅 第五个对手是身居高位的赵立东 他和强哥一黑一白形成对立 但也牢牢捆绑在一起 这二人可以说是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将这条线的冲突推上高潮 可以看出 强哥在每个阶段遇到的对手 对于当下的他来说 都是不可小觑的 而最大的对手其实是主角安心 因为安心有着惊人的毅力 并且和他一样在一路升级 两人博弈了一辈子 这是整个故事正邪对抗的主线 所以进阶的对手可以持续激发矛盾 而强大的对手可以让冲突更激烈 第二 高额赌注 这里的赌注是指主角将要付出的代价 包括破产 精神崩溃 生命安全等等 赌注越大 冲突就越大 赌者的期待感也就越深 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间当铺 可以点到你的亲情 爱情 运气 天赋 婚姻 身体器官 子孙后代 甚至是你的灵魂 来换取你想要的东西 并且只有典当 没有赎回 那么你会典当什么 用来换取什么 其实这个设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冲突性 典当 代表行为 换取 代表欲望 而人类的贪婪是无尽的 有的模特为了好身材 典当味觉 但再好的身材 也早晚会败底岁月 尝到甜头的人 又怎么会甘心平庸 于是模特又典当了亲情 换取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名声 即使在众人看来已经是人生赢家 但他依然不知足 又企图用女儿十年的运气来换取两个亿 欲望满足的瞬间 即是偿还的时刻 他的赌注一次比一次大 最终还是付出了无法承受的代价 第三 增加渴望度 通过不断强化主角的愿望来加深冲突 比如主角面对一种无法抵挡的内在驱动力 使他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目标 越是渴望实现目标 行动就会越大胆 就更能激发矛盾 另外 我们要知道 精彩的故事大多同时蕴含两个层次的冲突 一层是来自外部的冲突 另一层是情感 内心和个人的冲突 第二层怎么理解呢 简单说 就是克服阻碍他解决外部冲突的情感问题 而引发了内心纠葛 主角在解决外在的行动冲突之前 必须先化解内心的情感冲突 举个例子 自负的主角 发现自己不断重复某一天的生活 怎么也到不了第二天 于是打算放飞自我去追求女神 他利用重复的每一天来了解女神的喜好 还企图勾引人家爬床 但女神也日复一日地拒绝她 直到主角摆脱自恋 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女神终于动心了 主角也结束了重复的日子 这个故事里 女神可是为一个对手 应该要攻破女神防守吗 主角勾引对手被拒绝 是外险的行动冲突 而主角克服自恋 并学会无私地去爱 是内隐的情感冲突 第一层的行动外部冲突 是所有故事不可或缺的 第二层的内心情感挣扎 不是强制的 但效果却是非常好的 两个层次的冲突 不仅需要一次 而是要一系列碰撞 那些重复冲撞的本质 必须随着冲突的加剧而扩展 接下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 目标欲望 具体行动 以及障碍威胁 构成了故事的冲突部分 其次 我们可以通过绑定对手 提高赌注 增加对目标的渴望度 让这个冲突更激烈 最后 冲突有两个层次 在解决外险的行动冲突前 先化解内心的情感冲突 两种冲突交织在一起 构成一个更加深刻的故事 最后 为了强化今天的内容 你可以做做下面这个小练习 第一步 创造三个主角 给他们设定一个身份 第二步 为每个主角设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三步 再分别给他们设置一个对手 第四步 进一步分析主角的障碍或威胁 如果有必要 继续构思新的对手 直到他们 符合一个强大对手的所有要求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欢迎来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陈三妹 下期见